好興奮喔 把它裝好 那我就先開始囉 嘿 我千千啊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大家晚安 聖誕節快樂 不知道大家聖誕節怎麼過呢 其實我本人非常的喜歡聖誕節 因為聖誕節就是路上的裝飾呢 都會非常的熱鬧 所以我每次只要聖誕節將近的時候 我就會感受到那種很歡樂的氣息 那桌上呢 今天這麼多不一樣的餐點 有猜到我們今天聖誕節要來 開箱什麼東西嗎 每個國家呢 它聖誕節其實慶祝的方式都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習慣也不一樣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開箱各國的 聖誕節大餐 用這個來環遊世界 好興奮喔 那首先第一家我要吃哪一個國家 首先桌上的這一大便的火腿 馬鈴薯泥跟這個花椰菜是不是很 我感到不來 這一個呢是瑞典 瑞典的聖誕節大餐呢 他們會吃聖誕火腿 要用冷掉的火腿切成薄片 然後再搭配上各式的醬料 配上熱衡紅酒 特別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歐洲各國他們聖誕節呢 其實都會喝熱紅酒 等一下 我看一下 這個 好療癒… 太燙了吧 等一下…這熱紅酒必須要喝一下 好香喔 喔 待會兒 妖獻 太…太燙了吧 然後不知道熱紅酒是不是那種 很香的那個肉桂的味道 然後我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熱紅酒你要自己煮 或者是去買都可以 如果你要自己煮的話 我推薦你們去中央行跟他說你要買熱紅酒的材料 他就會包一小包給你 那很方便 好好喝喔 它這個熱紅酒跟我煮的味道不一樣 它也多了一點點酸味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吃一下這個聖誕火腿 而且我今天買的這個店家也非常要瑞典 因為它是IKEA 有沒有很瑞典 從頭瑞典到尾 IKEA 我都沒有 IKEA 還是IKEA IKEA 哇 這個芥木醬他們有超多耶 火腿嘛 PINKY PINKY耶 這點的聖誕節快要怎麼講 GOOD YOU GOOD YOU GOOD YOU IKEA的火腿還滿好吃的耶 你知道那種冷火腿就會太鹹 可是它的鹹度不會到太高耶 然後它的芥末醬 我覺得完全就是一個很加分的一個效果 但是就是小心不要磨太多 大家對瑞典的印象是什麼 我對瑞典的印象 是查理跟Janus Jonas 直接給它抓起來 還好它芥末醬給的夠多 但我覺得薯泥就是要搭奶油 水跑 水跑怎麼了 水跑也餓了 然後這個油脂 而且它咬起來不會有那種油膩感耶 我覺得很棒 水跑也很棒 所以你們看一下 最後一個 麻萊塢尼 下一個國家呢 我們要來去意大利 意大利 Way Go to drink 接下來是意大利的潘尼朵尼 它是意大利的國寶聖誕麵包喔 我覺得超級神奇的耶 因為我沒有想到原來義大利 他們聖誕節是會吃這個 他們通常都是在聖誕節的早晨 吃這個潘尼朵尼 來迎接聖誕節的一天的開始 你知道潘尼朵尼它有一個特色 它就是用大量的奶油跟醃製的果乾做的 好香喔 一打開都 醃製果乾的那種甜味跟香味 聖誕節快樂 這個…這個早晨有你真好 有潘尼朵你真好 我們來吃吃看 很好吃耶 它咬起來入口的時候非常的香 因為它裡面果乾放很多 它帶有一點點那種酸味你知道嗎 可是它不是很酸的那一種 它甜度其實吃起來還滿剛好 重點是它裡面的這個麵包的口感啊 它是有一點點帶Q度的Q勁Q勁的那一種 然後每一口咬 你都會咬得到那種醃製的果乾 很棒耶 好吃耶 這個我會想要再買耶 這間是在珠寶盒買的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買來吃吃看 會嗎 我是有覺得它甜度很高 可是我覺得OK耶 你看它裡面的果乾這麼大一個 好 我去義大利玩 大家對於義大利的印象是什麼 我的印象我就覺得是一個古城 然後會有很多漂亮的房子 以及很多名牌的代購 有 有方針果巧克力耶 一定有 這個 這個應該是… 不是耶 這個是不挑戰 看到嗎 這個是水鷗出的聖誕節的禮物喔 我跟你講 整個是個禮盒大禮包 裡面有漂亮的杯子 又有好吃的麵 包裝也很漂亮 好東西大禮包不買嗎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環遊 英國的聖誕節了 講到英國的聖誕節 大家應該有猜到他們的代表的 聖誕節會吃的東西是什麼吧 那就是薑餅仁 到處都看得到的薑餅仁 但其實真正的薑餅仁 我個人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喜歡 薑餅仁有非常多的由來 然後就是最多人在流程 就是伊麗莎白之前 在耶誕節晚會的時候 就請廚師把薑餅做成冰客的樣子 我們就吃它吧 我果然沒有那麼喜歡吃薑餅仁 至少它很好咬 因為我認識薑餅仁的時候 它都好硬喔 然後味道好重 我就沒有很喜歡 但我覺得這個好像還可以接受 以前想到英國的時候呢 我就會想到福爾摩斯 我還會想到唱給你 哇 好可愛喔 你們有沒有看那個奧運跳水的 哇 好強喔 然後後來他IG 他不是都會一直在吃毛衣嗎 我就覺得 哇 好可愛喔 接下來呢是法國 法國他們聖誕節會吃的就是這個 樹幹蛋糕 他們以前呢就是會在壁爐燒木材 來象徵跟確保他們來年豐收 所以我覺得非常有趣的點就是 他們鄰居在拜訪的時候 也會把木材當作伴手禮 那演變到現在呢 已經沒有在送比較厚重的木材了 就用樹幹蛋糕來代表 撥開好了 我想像這種樹幹蛋糕應該很樹幹 結果這 你知道它這個 是一塊巧克力 它這個是真的有那個木頭的那個紋路耶 那我要把它吃完 希望確保水歐明年呢可以豐收 然後頻道也能豐收 Joye Noël Joye Noël 好 祝大家聖誕快樂 來 我們一秒就到法國了唷 好好吃喔 是大人的莆田巧克力 松果被壓爆了 它裡面還有放櫻桃 哇 好吃耶 不知道是不是每個國家 聖誕尼都會完全換禮物耶 我都不知道吃蛋糕 黑色的紅酒這麼搭耶 嗯 舒服 接下來呢我們來到日本了 日本呢 聖誕節就是要吃肯德基跟蛋糕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 是肯德基跟蛋糕 因為之前呢 肯德基就有一個廣告就是 聖誕節你就是要吃肯德基 Kentucky Christmas 一直強烈的廣告推播之下呢 大家就有一個印象說 聖誕節我就是要吃肯德基的炸雞 我之前呢曾經就是聖誕節在日本過 走在路上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每一間肯德基 他們就推一個小餐車 上面就是裡面全部都是炸雞 就要一盒一盒賣 賣超好 然後跟這個蛋糕 而且蛋糕上面都一定要有那種草莓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到了日本 Merry Christm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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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吃一下炸雞 哇 還是台灣的可能其實吃得比較習慣 因為我那時候去日本過聖誕節的時候呢 那炸雞都是軟皮的 我就吃得很不顧慣 你知道嗎 我還是比較喜歡吃這種脆皮的 幸福勞千 這就是雞胸給你吃 吃完了 炸雞桶吃完了 接下來就是在蛋糕了 上面有草莓 特別有那種 你印象中漫畫 你會出現的那種蛋糕的長相 吃蛋糕但是直接用叉子挖啦 我今天又吃取蹦了 給大家看一下 好好吃喔 奶油也好好吃喔 奶油也好好吃喔 我那時候聖誕節在日本過的時候啊 我覺得還有一個點 很有趣的點 是因為我是住那個 那個民宿嘛 Airbnb 然後他們是一大群的學生 一起休究Airbnb 然後在裡面過聖誕節 我那時候就覺得 哇天啊好青春喔 雖然他們噴噴噴噴的很大聲 但還是會覺得說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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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會跟朋友一起就是 去民宿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過聖誕節嗎 還是就再加過 我以前比較有印象是 大家都會在KTV裡面過 或是朋友家 我今天吃的這個啊 它裡面是紅茶戚風 不知道吃得到 一點那種茶葉的那種味道香氣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滿大人 但我自己很愛 然後再配上奶油 不是那種輕盈的 它在你舌頭上停留的感覺 不會到太重太久 吃完了 吃完了 Merry Christmas 我們的日本的聖誕節大餐 不知道今天這樣看下來 大家對於哪一個國家的聖誕節大餐最有興趣呢 我自己覺得用這種方式來感受一下 那個國家聖誕節氛圍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像今天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潘尼朵尼 它是義大利國寶級的聖誕節麵包 最懷念的當然就是我們的日本 因為這你知道 肯德基跟蛋糕 這是我實實在在實實地地的 有在就是日本過節感受過的那個氛圍 我就覺得哇 用這種方式來回味一下的感覺 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哪一個國家 經歷過一些很有趣的聖誕節 你也覺得 喔 這感覺很值得分享 因為就是你那時候知道的時候 也非常驚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也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Merry Christmas 我今天的雪寶還是要再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這個鼻子有多可愛 這企劃可以多做 之前看過如果30歲還是觸奶會 就會變成魔法師 我桌邊有一些朋友吃 但應該會把奶油刮掉 我就會很開心的把它刮掉奶油吃掉 乾淨的啦 乾淨的